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透视新科技 宇宙深处的超级强光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宇宙当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静 科学家发现 每天宇宙当中都有很多的恒星爆炸 并产生巨大的能量 可是让人类捕捉到的却少之又少 2022年 我和科学家不仅捕捉到了 一个巨大的爆炸能量的信息 而且这次发现 很可能改变我们以往的科学认知 我们通过短片进入今天的节目 2022年10月9日 一束来自遥远宇宙的强光 造访了地球 由于这束光的亮度太强 以至于大部分空间望远镜 都发生了短暂的失明 中国的慧眼卫星 和吉姆空间望远镜 以及地面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ASSO 因其高超性能 精准捕获到了这束强光 并收集到珍贵的数据 这是期间为止 人类探测到的最亮的伽马射线暴 这束史上最亮的伽马射线暴 来自哪里 它又将会给人类 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曹真 另外一位是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的教授 高鹤 短片中提到 伽马射线暴 伽马射线和伽马射线暴 这些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概念 首先是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是能量 非常非常高的一种光子 就是我们眼睛接受的光信号 这个光呢 实际上有一个光谱 这个光谱呢 从红到紫 那么再往紫外去了之后 就有紫外光 再往上去的时候 就会有X光 然后呢 再往上面能量去 就是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的话 现在大家也变得更加熟悉了 像伽马导 像伽马的诊断 对吧 这个是伽马射线 那么能量再高 还有没有 还有 就是叫做更高能量的伽马射线 这个就没有一个 专门的名词了 就叫伽马射线了 伽马射线暴 它顾名思义 就是伽马射线的一个爆发 它的时间可能很短 最短的伽马射线暴的持续时间 可能只有毫秒 最长的伽马射线暴 目前研究的话 可以持续几千秒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宇宙当中 宇宙深处能够突然之间 向我们地球集中 发射来这么多的伽马射线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神奇呢 茫茫的宇宙漆黑一片 我们现在要想去探索 这个宇宙内部的东西 啥都看不见 那么突然漆黑的茫茫宇宙中间 出现了一束非常非常强的光 一束光照过来了 尤其是第一次 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完全是超出了人们的知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伽马射线 突然来自于一个地方 有这么强烈的一束伽马射线 目前认为伽马射线暴 分成两类 一类是它的持续时间 长于两秒钟的 对 这种是大质量恒星 死亡爆发产生的 如果短一两秒呢 短一两秒的认为 是两个致密的天地 比如中子星 黑洞 它们相互绕转 碰撞 这样的一个过程产生的 这也是非常剧烈的一个过程 也会出现这种设定 也会产生伽马射线暴 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时 会释放杀伤力巨强的 伽马射线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发射了 用来监测核试验的卫星 却无意间发现了 大量来自宇宙的伽马射线 这些伽马射线突然暴增 随即又减弱 科学家发现 这是来自于宇宙深处的射线 它在分秒之间爆发的能量 超出了太阳万亿年 释放的能量总和 他们把这种宇宙中极端的 爆射现象 称作伽马射线暴 最早人类是怎么能观测到 伽马射线暴 最早是1967年 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 有很多的 包括美国 苏联 他们都会发一些卫星到天上去 监测其他的国家 有没有进行核试验 因为有了核试验 就会有伽马射线辐射出来 但是他们探测器设计的都很有趣 有很多的多面体 有一些是对着地球的 有一些是对着宇宙的 所以它相当于又可以监测地球 又可以监测宇宙 那么在67年的时候 第一次监测到了 一个来自宇宙空间的 感冒实现的爆发现象 监测到了之后 人们还不知道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银河系内 还是来自于银河系之外的 这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因为它们的距离不一样 那么对应算出来的总的能量 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来自于银河系之外的 那么需要的总能量 是非常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造一个 地球这么大质量的氢弹 把它爆发的这个能量 和监测宝能量比的话 差了一亿倍 那么多 所以最初人们是不相信 监测宝是来自于银河系之外的 但是经过很多年的观测 最后证实 它确实是来自于银河系之外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团光子 这团光子要穿越 那么远的宇宙空间 它这个光子数 会变得非常非常稀薄 那么在我们地球上接收的话 原则上我们只能 接收到很少的光子 当我们居然接收到了 成千上万的光子跑过来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能量 是非常非常巨大 它的能量 就是被现在天文学界公认的 我们所观测到的 所有的这个天文现象里头 单个世界能够产生 最高能量的世界 就是干嘛爆 那么这种现象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天文现象的研究 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作为人类来讲 虽然很渺小 但是可能内心 也会心生一种恐惧 我们地球所在的位置 有没有可能万一遭受到这种危害 可能有 有人提出来过 就是恐龙那次生物的大灭绝 是不是由于一次 干嘛射线爆 但是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 干嘛射线爆 它是一个喷流 所谓的喷流 我总想象中的 就像我们消防员用的 那种高压水枪一样的 那个水柱是喷出来的 它只沿着某一个方向喷出来 你恰好在这个方向上面 才有可能受到侵害 还有一个是 恒星有很多 每一个恒星都有自己的 一个演化的历史 然后最后它会产生爆炸 这是有这样的一个 基础概率问题 我们国家的国手镜望远镜 实际上对于银河系 进行了一个特别好的人口普查 把里面的这些恒星 做了特别好的观测 普查过后我们发现 就是能够产生干嘛爆的 并且还有可能 对准我们这样的一个概率 大约就是十一分之一 那我们能看到这个东西 在客观发生 我们研究它的价值和意义 是什么呢 我们的知识的来源 就是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 逐渐地建立起来的 不断地扩展 对 不断地扩展 不断地建立起来的 那么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 我们现在探索到的东西 实际上是远远地超过 我们人类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能源问题 我们能够把石油挖出来 能够产生能源 能够利用 这个东西要比我们现在 这知识范围还要小得多 但是随着知识的扩展 这些知识逐渐逐渐地 会转换成为 我们能够利用的人类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过程 有一个时间的 一个很长的一个滞后 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的发展 最终一定会带来技术的革新 带来我们人类生活 整个的一个非常飞跃式的改变 但是这个可能有一个时间差 就基础科学可能发展 一百年了之后 技术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是如果你不去探索 知识的这个边界 不再去扩展你的知识 那你就会衰竭 钢王暴被发现了之后 肯定引起了 大家的广泛关注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它有这么大的能量 它一定对应的 特别极端的物理环境 比如极端的引力 极端的能量 极端的磁场 等等这些 特别极端的环境 这些物理环境 是这些物理学家们 梦寐以求的 但是又在地球上 没有办法建立的 这种实验室 所以通过研究 伽马暴 就可以去做一些 在地球上 没有办法进行实验研究的 这样的一些 物理学的东西 所以又引起了 大家的广泛关注 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的 专门的卫星 包括探测器 建立起来去探测它 捕捕这种伽马射线包 从技术上有多难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大气实际上是一个 很强的屏蔽体 吸收体 这些宇宙线 很强大的能量的粒子 穿透不了整个大气 它在大气中就被分解了 就被吸收了 这实际上也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保护了我们人类 那么反过来 就使得我们探测 大气层以外的地方 来的伽马射线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只有你把探测器 放到外太空去 放到大气层以上去 这个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探测到伽马射线 在突破第一步之前 是很难的 另外一个难度 来自于什么地方 就是你要想看 能量非常非常高的伽马射线 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去抓 这个高能量的伽马射线 爆的这个现象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头 大概已经有将近20年的历史了 但是一直不成功 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 你也不知道 它在宇宙空间里头 哪一个位置爆 它是随机出现的 完全是随机的 这跟我们过去的设备 是有关系的吗 对 那么这20年 我们建了一种 叫奇隆科夫望远镜 这样的观察设备 但是它有一个很麻烦的事 就是它只能看一个方向 如果说你要去探测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 也不知道它在哪个方向爆 我们怎么能确定它的方向和角度 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这种 可以在整个空间全都看 它的眼睛可以看所有的方向 那么去捕捉这个信号 相当于蜻蜓的复衍 对 先捕捉到这个信号了之后 这种探测器 就会给我们整个天文记发警告 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一个网络了 就是说我这里看见一个爆了 而且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这个方向在哪里 那么其他的望远镜 现在就可以转过去对着它看 结果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 它短的才有毫秒级 那么等你转过去的时候 可能已经过了 所以捉迷藏 这么捉了20年 最后在干到17年的时候 人类才第一次看到了 这么高能量的达马射线包 伽玛射线包出现的时间 和发生的位置毫无规律 它瞬间爆发 又瞬间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 为了了解这种极端宇宙现象 发生的原因和机理 科学家发射了卫星 并在地面建设了巨型望远镜 2017年 慧眼卫星成功发射 它身上高灵敏度监视仪 能快速精准地记录 伽玛射线包 从出现到消失的变化过程 2020年和2022年 我国又陆续发射了 三颗吉木号卫星 对伽玛射线包 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测 用于确认伽玛射线包 出现的方向 而在地面上 2021年 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 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 LASSO完成建设 它可以精细探测到 极高能量段的 伽玛射线包信号 至此 我国成功编制了一张 能捕捉和测量 伽玛射线包的 天罗地网 仅仅时隔一年多 我国科学家便捕获到 人类历史上探测到的 最亮伽玛射线包 我们怎么捕捉最亮的 伽玛射线包 这一次这个观测 在我们中国科学院 甚至是我们高能所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自豪成功的一个范例 因为我们现在国内 整个对天文学的 这个探测能力 观测能力 已经有一个 非常全面的一个覆盖 它在天上放了卫星 要慧眼 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个专门探测 伽玛包的探测器 另外就是我们地面上有这个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 一个天地一体的 联合观测网络 那么这个事情 实际上在国际上 是标准的做法 只不过是原来我们国家 没有天上的探测器 那么随着慧眼卫星的上天 还有我们现在新的 这个伽玛探测器 上天了之后 我们也就具备了 天上的观测能力 那么地面上的观测能力 原来也是欧洲 美国 建的这种 奇能科夫观望眼镜 虽然他们的能力 够不着 最高能量的段 但是毕竟我们国家也没有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 拉索了之后 不但覆盖了 他们现在覆盖的这个能区 我们还扩展到了 一个更高的能区 所以这一次的观测 是一个相当全的 全波段的观测 人类第一次实现了 这么高能量的 波段的一个观测 这次拉索看到的这个东西 是真正把最高能量 这一端给看到了 拉索到底怎么 补出噶马射线包 拉索这个探测器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全天看的 而且是24小时 连续不断地看 但是它也有一个麻烦事 随着地球自转 如果这个暴发生的时候 正好就在你的这个 视线范围内 那我就看见它了 如果不在我这个地方 那我也看不上 也就错过去 这次拉索的运气 特别特别好 这个暴一爆发的时候 正好落在了 拉索的这个正中间 这也是我们科学家的运气 运气 那么已经做了20年的 追踪港广包的一个 探测器叫Magic 叫魔术师 探测器是放在 大西洋的一个岛上 是由德国人和西班牙 意大利 他们组成的一个 合作组织 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暴等到地球 转过去了之后 他们在看的时候 就已经没了 因为它的时间太短了 对啊 我们发现的成果是什么 这次拉索发现的这个东西 特别有意思 这个暴是我们观测的 60多年来 亮度最亮的一个暴 60多年来 是我们国家观测的 不不不 整个全世界科学家 从六七年开始到今天 对 这就是我们讲 拉索的这个能力 它特别强大的地方 就是在它能量最高的 那个伽马射线的一段 它的能力超过了 现在所有的世界上 其他的探测器 由于它的这个灵敏度 它能够看到 非常非常弱的光 这个光子的数目 都降到各数的量级了 一个两个光子的 这个水平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把它揪出来 能够测出来 结果就发现 它有非常非常高能量的光子 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了超过 我们现在人的能够理解 比如说你站在北京 发了一个乒乓球 结果有一个老兄 在成都接到了 可能吗 那就是一个是 打球的人力量特别大 球的质量特别好 再大的它也不可能的 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迷 但是拉索探测道的这个光子 居然真的就是 从那么远的地方 传到了我们地球上 有多远吗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还没提到这个概念 多远 24亿光年 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光子 给跑过来了 我们想象不到 它怎么会传过来 国际上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拉索 看到了这样一个乒乓球 这个乒乓球是从北京打过来的 这事咋着 那就是 解释不了了 那就是推翻了 我们原有的科学的认知 对 有反弄 这个时候 我们第一反应 你做错了吧 我们科学界会不会有这样的 当然了 很多人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观测到底有多准确 是不是你这个能量被测高了 原来这个能量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要把整个这个观测的全貌 要研究清楚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做细致的物理和科学的分析 去把这些数据给它搞清楚 到底这个里头有没有搞错的原因 有没有搞错的可能 搞错的东西是什么 结果呢 我们这个结果是肯定的 我们没有观察错 对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 科学家们一下就兴奋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发生了啥 为什么这个光子会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就可以写很多很多文章 可以搞很多很多研究 去探索这个里头是不是有超出我们现在的人类知识 认知的东西 认知的东西 这就是这次引起了整个我们领域 研究港网报的人和整个天文学界 对这件事情非常高度的关注 就是我们只是报了一个消息 拿手看到这个港网报里头 有一个光子能量达到这么高了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引起了这个领域的高度的关注 在这个报出来的第二天 就有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 就说这个是一个超出了我们原来的物理 完全新的一个理论 他就提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解释这个光子 紧接着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 已经有二十来篇在这个领域里头 专门研究这件事情 我们观测到这个人类历史上 最亮的这样一个光子 整个国际的科学界 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 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对科学的认知 有这么大的反响吗 从港网报本身来讲 原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探测装置 来探测这样高能量的光子 其实并不见得 以前爆发的这个港网报里头 没有这种东西 只是没被发现 只是你没有探测器 你看不到它 现在有了拿手就看见它了 一旦看见它了之后 原来没有这个观测的之后 建立起来的这些模型 这些理论这些东西 当然就没法去解释这个东西 对吧 你现在一下子 由于拿手这个观测 就把人类的视野就打开了 那么大家劳动就要打开了 你不去想的话 就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了 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意思 比较有共识的 这个理解是什么 比较有共识的话 就是一个吸收的问题 就是由于有这个吸收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能量 可能没有我们真正测到 这个能量这么高 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勉勉强强强 用现有的知识 还可以去解释 如果你真要说 我们看到的能量 在我们打气身顶部 就是这么高的能量 那这个真的就需要 就要推翻我们原谣的人 需要推翻这些东西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新的东西来了 现在我们能想象到什么呢 从刚刚报的那个地方 直接产生了一个光子 过来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呢 它可能在那产生的 就不是光子 它是一种很奇怪的粒子 对 奇怪到你根本就没见过 对 这个粒子可以跑到 我们的附近 在我们的附近的地方呢 再转换成光子 中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ASSO 位于我国四川省道成县 海拔4400米的海子山 占地1.36平方公里 由四种不同的探测阵列 所组成 它是目前世界上 海拔最高 规模最大 灵敏度最强的 伽马射线探测装置 专门用来探测 主如伽马射线爆等 来自宇宙的高能射线 在它的建设过程中 中国科学家 便一次次在高能量的 伽马射线领域 屡创佳绩 LASSO 记录到人类探测到的 最高能量光子 开启了超高能 伽马天文学新纪元 它还精准测定了 宇宙标准烛光 卸壮星云的 超高能段亮度 发现了一千万亿 电子幅的伽马辐射 2022年10月9日 LASSO精准捕获到了 期间观测到的 最大亮度 伽马射线爆 这个探测结果 对我们未来的研究 有何意义 对于我们 伽马射线爆这些年的研究 应该说陷入到了 一个平静期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仅仅是用那些 小的伽马射线探测器 就仅仅就停留在 低能的伽马射线光子上 没有办法再去突破它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 像LASSO这种能够探测 更宽的能量段的 这些光子的信息 加入进来 就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 伽马射线爆里面的 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 对我们研究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 把伽马射线爆 这些细节都研究得 特别清楚了 我们才能利用它 更好地帮助我们研究 比如说基础物理问题 横行演化的一些问题 以及有很多人提出来 可以用伽马射线爆 来研究 整个宇宙的演化历史 但是我们如果 连这个东西本身 它的产生光子的机制 都没有搞清楚 我们就不敢拿它 来研究这些问题的 所以这一次 这个LASSO的观测 应该说是 可以很好地 帮助我们解答 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问题 让我们把伽马射线爆 从一个概冒 到最后它的细节 都理解清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这件事 真的打破了 我们过去的认知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从科学的发展的角度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 对港宝爆的研究 已经变得缓慢了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加入到这个里面来 使得我们这个研究 更加地活跃 更加地有采出 能够帮我们理解更多的 更深审视的一些物理问题 最大的冲击性 最好的东西 还是来自于 这种完全超出的 用现有的理论 去解释它 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性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兴奋的原因 那么这个东西 就有可能会给你产生 完全你原来想象不到的 就原来有些理论 真的希望能够突破 现有的这样一个框架 能够产生一些新的物理的 那么这种探索 其实它带来的效果 那就更大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 打破我们过去科学认知的 一个答案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未来 还要取得很多 类似的探索和发现 才可能积累更多的经验 走向一个新的方向 对的 这一次只是第一次 看见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数据 更多的观测 能够来支撑这个事情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把你的 所想要建的这个模型 做一个比较好的检验 否则的话 你也就是一个猜测而已 所以进一步的观测 和未来的这个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您觉得未来 如果随着我们发现的推进 和进一步的发现 还可能对我们的科学发展 带来哪些引导和变化 通过这一次我们这个观测 因为NASO这个观测 有一个好处 它能够收集到 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所以给你提供 非常详细的一个观测结果 因此通过这个详细的物理分析 首先是我们NASO自己 我们团队 要把这些工作要整理好 要发表出去 一发表出去了之后 有很多国际上的科学家 包括像高赫尔这样的科学家 他们就等着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做 更深入的研究 那么随着这些 深入的研究的发展 可以把Gamma报这个问题 搞得越来越清楚 同时在新的物理研究方向 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现有的观测 要能够尽快地来分析好 发表给大家 因为这个毕竟是全世界 现在唯一的一份 我们把这个结果发表出来之后 才会有更多的人 来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些发现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对人类的未来来讲 意味着什么 基础科学的发展 最终一定会带来技术的革新 带来我们人类生活 整个的一个非常飞跃式的改变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爱因斯坦 在发现它的广应相对论之后 大家根本一开始很难理解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 就是我们常用的 这个GPS导航系统 这个里面一定要用到 爱因斯坦的广应相对论才行 如果没有考虑 它的那个广应相对论的话 那么那个定位误差 可能要达到百米千米的那个量级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定位误差 是百米千米的量级 那我们不可以想象 什么时候出现 自动驾驶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 可能是我们一下子感受不到 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但是它确实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会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一个飞跃式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 据我看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时间差越来越短了 因为我们人类的技术 已经很强了 所以这个时间差越来越短 所以我相信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像拉扯这次观测 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 改变我们的生活 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想到 怎么去改变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来想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件事情 就会变得越来越快 我们这个基础科学的研究 它在几个方面 可以对人类的生活 逐渐地带来影响和改变 就是在基础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你就会对技术提出要求 这些技术 你没有意识到 它在人的生活中 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旦它实现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互联网 就互联网这件事情 本身是高能物理学界 用来传递数据 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高能物理学家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搞出来这样一条规则 结果在我们生活当中 普及起来 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这个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比如现在就没有互联网 现在是不可能是 今天这样的生活 连你的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 这都能够改变 所以说它用到的一些技术 没准 用不了很长的时间 就可能会改变 你的生活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跟我们分享 我们中国科学家 对天文的新的发现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我们的节目内容 那可以下载央视频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